大家好,我是汪六 今天跟大家開箱的是最新推出的真骨雕魔鬼迪加 先跟大家開一個運輸盒 看看裡面的盒是怎樣 它外盒的設計和其他真骨雕的設計都一樣 都是用黑色底,然後用它的圖案 後面就做回官圖的位置 現在不等了,因為這隻玩具真的等了很久 立即拆出來跟大家看看是怎樣 一開箱,當然是有真骨雕魔鬼迪加本體 後面就會是它的手件 先跟大家看看它的手件是怎樣 它的手件是拳頭手,就是我七對手型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手型多數都是以爪的方式去做 因為它整個魔鬼迪加出的動作都跟爪很有關係 另外就有紅燈,然後有它的激光件 另外就是這個爆炸件 這個爆炸件是它跟迪加一起出必殺技的時候 有一個交叉的特效件就是那個件 現在先跟大家看看魔鬼迪加是怎樣的 先跟大家看看它的不同角度 先看看前面,側面,背面,以及這一邊的側面 大家可以看到這次的魔鬼迪加 它都會用回中村浩爾的身形 即是跟當時的POWERY TYPE一樣 但不過POWERY TYPE好像有點肥 而這一隻身形就好像適中一點 沒有當時POWERY TYPE那麼肥 現在先跟大家試試可動 先跟大家看看我的頭 但試可動之前 大家可以看到我放大我的頭看的話 真的做得很漂亮 它根本就是把皮肚的頭刀搬進去 完完全全是把劇集還原出來的 一開出來的時候真的覺得很漂亮 現在跟大家看看我的頭 向上 向下 左 右 還有可以D一邊 D一邊 接著就讓大家看看手 它這個位置都是軟膠 所以大家要小心這些位置會爆 首先就向上 同樣地 因為它這裡是軟膠 所以你一推上去 這裡就會被這個東西推上去 所以你可以推到這麼盡 這一邊也是 可以看到 它軟膠是會爆 但是可動的情況就可以改善了 這個位置可以移動 這個位置都是相關子 這個位置可以摺到這麼多 手掌也可以移動 另外就是身體 身體也可以前後 然後就是腰 腰一定是軟膠 所以都是會爆的 不過我還是說一句 其實玩了真骨雕這麼久 有多少人真的爆了膠 如果你不是硬屈的話 我想它也不會爆 就像迪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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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手指尾放進去的蚊子 打橫這樣 然後腳向前 膝蓋高一點 腳可以轉 蚊子都可以動 可以看到真骨雕的可動程度是非常之高 現在做回他的招牌姿勢給大家看 剛剛才說過 他很多時候都是用爪的方式呈現的動作 所以這次他給了很多爪的手形給我們 我們就可以運用爪型 但大家玩的時候就要小心點選手形 因為他很多時候都是爪的手形 你就要逐個逐個試看哪一個 才是他真真正正拿來做動作的手形 轉一轉小角度給大家看 可以看到因為他用了中鑽豪耳的身體 所以他的動作是很棒的 現在就做完這個發瘋的動作給大家看 劇集也是有一個類似這樣的動作 放在死光給大家看 這次就換了這個特效件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特效件的感覺 因為它的特效件是黏在前臂上的 所以大家就不用擔心它拍斷 或者有一點被它刺傷的情況發生 換這個前臂也是很簡單的 問題就是它會不會掉色呢? 現在就給大家看看 首先打開前臂 是沒有掉色的 已經進步了 這些新骨釣就不會像第一版的迪家 新骨釣都掉色了 所以大家都不用擔心會掉色了 但是不過 這些動作都不要長做 因為這些軟膠 是有機會做造化會變形的 所以大家拍完照就算了 我建議大家不要長做這個死光姿勢 現在把迪家拿出來 就跟大家做這個死光對碰時候的名場面 因為這次它給了我們這個件 就真的可以重演那個名場面出來 至於這個件做得好不好 就真的看大家的心是怎樣看 我覺得這個件是做得OK的 而且還有一個要讚的位置 就是你不需要任何支架 只要兩隻公仔站好 再夾著這個特效件 就可以站到的了 就不需要用支架站住的 是穩陣的 所以這個件是有創意之餘 還能夠還原劇中的場景 是做得非常好 但是不過 安定的時候 就有些技巧 就真的要看說明書 然後慢慢摸索 拿個死光件去跟這個特效件做一個合併才行 所以是有些時間的 但是不過做出來的畫面這麼正 浪費時間做都沒有所謂了 現在就拿這隻UMS出來跟它併併了 就這樣看上去其實是併併的 只要將這隻超人蹲低一點就可以了 現在就做它咬它的手的畫面 這個畫面就蹲低一點就完全搭配到整個場景 另外也可以做這個騎著它 然後打它喉嚨的場景 這個場景也可以 只要將怪獸的尾部屈到這樣 怪獸就可以趴下 然後就可以拿一隻超人騎著它 這個畫面也可以重現 現在就拿了所有迪併出來對比 其實就不是拿了 那隻光迪併就沒有拿 那就廢似拿了 因為那個身形跟D個一樣 你可以看到D個真的瘦一點 因為它是強特最苦的 但D兩個都是中村浩尼的 但同色呢 玩的時候就不覺得 但拼在D個那裡 就真的覺得D一個有點肥肥的 D個就好像適合比例的 我不知道是肉眼錯覺還是怎樣 因為大家都是中村浩尼 所以就沒理由說D個好像肥那麼多 但不過整體來說D隻肥一點都沒有所謂 因為這樣才可以特顯到D和D的特別 但D個也不用說 因為D個都是中村浩尼 所以用D中村浩尼的身形 也完全還原到劇裡面的情景出來 所以D都是針骨雕的好處 今天的五星級評分制是 Bye 四星級的玩具 因為它是迪嘉的角色 所以一定會比較高分 另外就是它有很多爪型的手件 就可以完全測入角色 接著它又用了中村浩尼的身形 令整個MOLO迪嘉的身形和劇中很接近 最重要的就是給了我們死光和死光 爆開的特效件 這個場景我自己一直都很想做 現在中間有特效件 為何我做到這個場景呢 我也覺得很棒 所以這個MOLO迪嘉是挺適合我心意的 這條影片到這裡差不多 如果大家再提及多關於潮人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 按我的鈴鐺 一有聲的影片就立即知道 不要忘記讚好留言和分享這條影片出去 這條影片到這裡 我們在這邊見 拜拜